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參賽同學 大家好 我是編號12號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 一次最難忘活動 去年七月 我在十溫海灘上 迎著海風 享受著大海熱情的擁抱 放眼望去 蔚藍的海洋搭配上潛灰的沙灘 點點點鳥在海面上快樂地覓食著 看著眼前的這副美戲 不禁決地參加淨灘活動 辛苦撿食垃圾所引起的腰酸背痛 順時消失的鼓鼎增 爸爸媽媽為了要讓我了解 環境保育就從你我開始做起的真諦 就帶著我一起去參加 媽媽公司舉辦的 2019年太陽淨灘活動 那天我們起了個大早 9點準就到了指定地靈邦道 雖然大家迫不及待開始淨灘 但大家在行動前 指導員先替我們上了一堂海洋生態課 讓我們對海洋有個初步的認識 指導員在課程中介紹了許多海洋生物的名字 與海洋面臨的問題 例如垃圾問題以及輻射污染等 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雞巨蟹無家可歸故事 雞巨蟹本來應該要住在貝殼中 但遊客都會把貝殼當作紀念帶走 導致雞巨蟹只能住在人們丟棄的品品冠冠中 真希望人們能夠有環保意識 讓雞巨蟹有個正常的殼可以使用 讓他們回歸到最自然的生態 在聽完指導員20分鐘的講解後 就是淨灘的正手戲了 我們分組後就前往淨灘地 我與爸爸媽媽奶奶一組 首先我先去指定地點 領取夾子、手套以及垃圾袋 而爸爸媽媽除了要檢視垃圾外 還要做垃圾分類 而我和奶奶的工作是進入垃圾 在短短的10分鐘內 垃圾袋就快裝不下垃圾了 在一個小時的淨灘活動中 竟然清出了200公斤的垃圾 指導員說 在淨灘的過程中 最常可以看到的就是 泡麵碗、可樂罐、玻璃瓶等可以回收的垃圾 散落在海灘上 可能是遊客或是釣客已留下來的 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環保意識 不要亂丟垃圾 經過了整個早上的努力 大家拿出了愛心、細心與耐心 終於完成垃圾剪石以及垃圾分類 大家回到集合地 分享你一起的看法 整個海灘在淨灘後 幾乎回到最乾淨、最閃亮的原始沙灘 這個活動相當有意義 並且讓我學到了許多東西 一開始我不認識那些叔叔與阿姨 覺得有些小緊張與尷尬 但大家在活動後 開始對彼此有點熟悉 我也交到了許多弟的好朋友 這個活動是我參加過最難忘的活動 以及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環保不是口號 應該要輕生力行 我希望我能夠呼籲大家 垃圾不落地 自己帶來的垃圾就要自己帶走 環境保育就從你我開始做起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